來自各程長道清麗縣對出 由巴士撞薄傾側 有乘客被困 最少22個乘客受傷送清醒 觀眾提供的片段看到 攝氏的九巴向由傾側 有乘客打開車尾附近的徒生門離開 車頭也嚴重損毀 消防處出檔灘塔搜救專隊 協助被困的乘客離開車廂 不少乘客都是老人家 有乘客由擔架送上救護車 也有人頭部受傷流血 而巴士上層仍然有乘客被困 事發在早上近10點 攝氏的290A線九巴 當時由將軍路開去荃灣西站 駛道程長道清麗縣對出時懷疑失控 降落分隔、葵沖道和三路幹線的石膊